为了赋予本地旧建筑物新的生命 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正在探索更有意义的国家资产保存方式 当局也将提供经营者各项低于市场价格的优惠利率 赋予旧建筑新生命 在国家设计中心内的本地首个原型样品 制造工作坊将提供国人免费使用原型生产设施 而缺乏资金的本地企业将可向两项新援助计划申请资助 把新产品带入市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将从明天起开放新的永久展区给公众参观 展示旧国会大厦和新加坡国会所经历的历史里程碑及重要时刻 李显龙总理为新展区主持开幕 这栋拥有近200年历史的建筑经历了时代变迁 从一名苏格兰商人的住所演变成了今天的国家古迹和艺术中心 但这座大厦最为人知的它是我国独立后第一座国会大厦 新设立的展区展示了我国建国初期超过100份档案图片和史料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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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新开放迎接访客 有学者建议利用网红和科技 更好的讲述雕塑背后的故事 同时举办更多夜游等活动 吸引年轻访客 该记者李正宜的报道 湖豹别墅去年12月 暂时关闭进行翻修 工程包括修复剥落的混凝土天花板 以及为宝塔池更换防渗水膜 重新开放第一天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乌拉士巴沙路和维多利亚街交界处的在美广场 有两栋受保留的古迹建筑 目前是餐营场地 但它过去是圣音修道院 里头曾有两所修女所办的女校 其中一所是传统华校圣尼格拉女校 学校打从1949年就在这里办学 在美广场的一排餐馆 过去是学生集合的走廊 校长老师在这里准时敲钟 可能就是孩子们这一辈子最早的纪律训练 圣尼格拉女校的设立 原本是为满足一批富裕和受过教育 并且以讲华语为主的华族家长的需求 为他们的女儿提供良好的教育 原本由外国修女管理的学校 在华人修女李方纪校长接手的30年间 更是迅速扩展 并确立了办学的宗旨 目标和校风 贵民还记得她们常常溜到旁边的孤儿院去逗孩子 圣阴女修会的兄女除了招收一般女学生 她们还抚养被遗弃或父母无法照顾的孩子 只要能健康成长 就有机会进入教会学校念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